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有一段故事各位从了解 有一天我们在中国哲学会开会 台北大学的中文学系的人 这个人英文不错 他说我根据所有的资料看 因为大家都喜欢念海德格 你看我们哲学系里面就好几个老师在写海德格 张嘉峻老师的博士都是海德格 你不能想象吗 叫中国哲学啊 他的博士任务是海德格 是我去考他的 然后定员职也是海德格啊 好几个都是海德格 最后都不搞海德格 你看定员职搞中国哲学啊 搞音虚嘛 搞出的文献嘛 有没有 都是这样啊 我就是说那海德格显然是可以念 但是不能教啊 后来这个老师系统人就跟我讲 他说我们发觉海德格有一段时间是在做老子的翻译 后来没有完成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你知不知道 海德格因为是看不懂中文的人 看不懂中文啊 我说那你知不知道谁在帮他忙 跟他一起翻译 从中文变成德文 我说不晓得啊 哦 这段历史 公案了 我就跟他讲这是府人大学的功劳 我们府人哲学学院右手有个老师叫做肖思义教授 他是北平府人毕业 后来到意大利米兰大学去念书 跟你郑神父跟前祖教是同学 后来抗战了 这个中华民国参加了同盟国向周兴国宣战 意大利跟德国都是周兴国 对不对 宣战他们就回不来了 所以这个老师就回不来了 他就到了德国去 到德国去就娶了一个德国太太 就娶了一个德国太太 就留在德国 然后呢 他的隔壁的邻居 那个人名字叫做海德格 就海德格 然后他们两个就因为抗战了 因为我们是对人抗战 欧洲是全面对德国跟意大利打伤嘛 所以他们不能走啊 就天天在一起吃饭啊 讨论啊 后来海德格就提出 他就跟他讲老子 这个萧老师就跟他讲老子 因为他觉得这个老子很有趣味啊 就商量翻译 翻了三分之一吧 二战就结束了 那萧老师就回到台湾 回来到台湾做什么呢 他先去做文化大学的校长 做了三年 后来我们余书记把他请回到佛仁 来我们佛仁大学做训练长 然后再折线就做上课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海德格的故事了 所以海德格跟我们学校老师蛮有关系的 所以海德格到马马 任教育 以后其他人担任胡塞尔主角 尤其他要踢的社区 Dink 他一直追着胡塞尔直到死事为止 好 下一页 那一九二十年 胡塞尔一次费把大学退休 推荐海德格接替他的讲座 胡塞尔一直觉得这个锋芒毕露的年轻学者 将会是最有希望发扬他线下学的人 可是当海德格回到费把以后 却发现他们之间战争远格的极深的起见 这使得胡塞尔受了很大的打击 各位 海德格是一个柴高八斗的人 他锋芒太露 而胡塞尔正好是一个锋芒不露的人 所以两个就造成一个蛮大的冲突 1929年胡塞尔应要到马里的索邦大学 做一系列的演讲 热发地成为Dikar 陈思路 就是这个Cantesia Meditations 这本书 您讲 1935年胡塞尔应要到当时德国大学党势力对付 你看到1935 民国24年 风雨飘摇令他感到欧洲文化的危歹 这些演讲后来发生成为欧洲科学的危机 与超越现象的Crisis of European Census and the Transcendental 1937年胡塞尔到了直气观 1938年就过世了 他不错啊 运气很好啊 38年就走了 39年他就 如果39年还活着他就完了 他就要到奥斯瓦斯 奥斯瓦斯那个集中医里面去了 犹太人了 犹太人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好 下一页 这个是他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 我把它分成为三个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心理主义时代 第二个叫做哥丁顿时代 第三个弗莱巴大学任教期间 第四个呢 退休后 那在这本这个里面最重要是逻辑研究 然后在哥丁顿时代里面 纯粹现象学导论 这个 后来第一哲学 到蒂卡尔陈斯路 这几本书啊 大概都是喜欢现象学的人啊 大概都是必读的 那 卢塞亚的现象学到今天为止 有没有中文本翻译的 有没有 没有 只有大陆有 那我一向对大陆翻译本啊 不敢恭维 一向不敢恭维 而且不但翻错 他今天意识都扭转 这个很奇怪 到最后所有的什么 前世学啊 现象学 都是为了共产党服务的 你看在中国共产党下面 孔子 老子 庄子 墨子 全部都是无声论 哦 好可怕啊 后来最近这几年 才有一个学者们啊 开始把它反过来 才反过来 好 我们看下面 这个我们大概 下一个 动不了 到机了 所以这几本书啊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各位同学 如果你们正对现象学有兴趣 将来考研究所 想要念现象学 那我是觉得这四本书先看 先看多几年就 然后呢 看这个纯粹现象学导论的第一卷 第二个呢 看这个第一哲学 这两本书可以看 但是我觉得第一哲学比较重要 最后呢就是蒂卡尔城市 他就是对那个理性主义啊 提出他的不同的观点 那各位同学都知道 在欧洲的理性主义啊 从蒂卡尔发展以后啊 就进入德国维新论 从德国维新论 从德国维新到了黑格尔 这个德国维新论就结束了 长达大概三百年 三百年的时间吧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问题了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 第一个阶段 心理主义时代 心理主义 一般1986到1901 所以他的时代都不长 每一个时代大概都是 十九二十年 十九二十年 1986 1986他那时候已经七岁了 不 1886 错了 这个先错了 1886他那时候七岁 1886他那时候七岁 对不对 人就把它跟着 好 1886 你看我往前看 你往前走 再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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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是1859 对不对 1859 1886他几岁 二十几岁 二十七岁 就开始写过去研究 就开始写他那本书 二十七岁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后来我研究了西方的哲学家 绝大部分哲学家的成名作 都是在三十五岁以前完成 成名作 都在三十五岁 比如说举个例子 Handy Baxon 创画眼镜 有没有 创画论那本书 三十四岁 然后 然后呢 那个 那个 谁啊 那个 存在主义者啊 几个 卡米尔 这有我们的小说 剧本 33岁 33岁 然后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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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特 存有余虚无 三十六岁 差不多在这个年龄前 然后呢 写完这本书以后 终生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为他的著作辩护 可怜吧 就在这里 很少有哲学家承认自己过去犯错 过去写的书是错的 然后 我承认我重新写 没有 基本上都是坚持他的原则 所以 各位同学都知道 你们大概这些同学 三十岁以前 你们的观念就形成 形成要改变就很难 不要说 三十岁以前 你们现在来大学 你们有些观念 老师要改你们都很难 对不对 就是很难 就是 1886到1901 心理主义 这个 他是27岁 到 他就是15年吧 对不对 到42岁 这个时候 他出来的数学哲学 纯粹逻辑 是出来的 所以我要讲的是心理主义 请给我上来记住 哲学家所讲的心理主义 跟心理学家所讲的心理主义 是不一样的 心理学所讲的心理主义 是由感觉经验出发 而哲学家所讲的心理主义 是理性判断 所以 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所以 心理学是逻辑的技术 看到没有 逻辑者为心理学的一个部门 逻辑研究者应该用归纳法 找出正确思维活动的运作原则 如此一来就可以制造出一套 思维界保证市场的正确性 所以他的心理主义 根本不是要讲经验 各位同学都了解 我们的经验是多样的 是复杂的 甚至于没有源头的 对不对 找不到 不能找到源头的 那你既然要有逻辑 逻辑就要有源头啊 你没有源头 你怎么会有逻辑 那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找 所以要有前因后果 你没有前因后果 你不可能 达成你的逻辑的推论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 那纯粹逻辑序论 总指出 在心理学中 即使可以发现 具有相当价值的法则 这些法则 也是由经验归纳得来的 不精确的法则 看到没有 经验归纳出来的是 不精确的法则 而逻辑思考 则是一些超验性的 类属于理性世界中的事物 具有了绝对的精确性 所以在这种状况上 当我们使用方法论的时候 我们怎么用 所以你问一个client 当事人说 你今天怎么样 觉得怎么样 说 不舒服 今天我觉得很难过 这个时候 你作为一个concer 你要怎么问 你的问题就是 那你是 他说 你问他说 你今天觉得怎么样 不舒服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 蛮难过的 是吗 后面那两个字非常重要 为什么 是吗就是逻辑 要问他的精确度 是吗 因为我不能重复你的语言 但是我要说出 你刚才所表达语言的状况 他说 我今天难过 那你的意思是说 不舒服吗 是吗 他说 是的 那表示说 这两个是一次的 懂我的意思吗 在辅导的过程里面 这是一次的 所以 你觉得 你上个礼拜 我跟你谈话 到现在 你这礼拜 过得怎么样 很好耶 很好耶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从上个礼拜 你跟我谈话之后 在我们所谈话的结论 对你这一个礼拜的 生活的内容 都是有帮助的 对吗 是吗 对 好 那就很清楚 那我们就肯定了 我们上个礼拜 我跟这个人谈话的结论 对不对 那我们就用这个做起来 如果他说 有差一点点呢 那表示不够精确 看到没有 这就逻辑研究里面 只要是讲话 对 所以 这样懂啊 后来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这样做 心理主义的逻辑学家认为 一个命题是否会被认定为真理 在于这个命题本身所呈现出 内在的明正性 对此 胡适合认为 一个命题之所以能够成为真的命题 命题本身就需要超越的内在明正性 也就是说 它可以成为一种标准 它可以成为一种标准 那好我来问一个问题 这个同学 对 对 你上个星期在做什么 上课 你的意思是说 你只有上个礼拜 除了在福人大学上课之外 你就没有在别的地方上课了 对吗 好 算清楚 我们把上课定义在哪里 福大的校园内 本来上课的定义是怎么样 不只是曝光福大校园 对不对 所以我帮他定义住了 对不对 所以你跟他讲上课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联想 我就把那个联想排除了 接着第二个问题 我就问你 那你上个礼拜在福大上课 你喜欢吗 好 你的意思是说 你还蛮喜欢在福大上课的 对吗 你看 又把他确定 为什么 排除了什么东西 他不喜欢的 对不对 排除了他不喜欢的 所以这个就是逐渐地 逐渐地说嘛 就变成归纳法 逐渐地说进来 所以最后我们就会得出结论 对不对 这个就是模式 好 我再问一个 男同学 你好了 你上个礼拜 没有来上课 理由是为什么 生病 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身体不舒服 对吗 对 好 我就再问 那你上个礼拜 你觉得身体不舒服 是因为头痛吗 好 你看 我问的问题是说 没有得到正确的回应嘛 所以我要再询问 对不对 因为他的回应说 不是头痛吗 他说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 表示我这样的问句 就没有不正确 所以我要再继续问 那可是我又怕我再问错啊 所以我就问 那不是头痛 请你告诉我 那是什么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当你得感冒的时候 你的头是不痛的 对 很多人感冒是头痛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印象 好 这个人感冒是头不会痛 那么请问 当你感冒的时候 你头不痛 你身体会有什么 症状 看到没有 还是问句 对不对 有什么症状 四肢五力 是吗 对 对 好 四肢五力 所以 头不痛啊 就四肢五力啊 所以这个 所以前来这种感冒 跟我们过去所谓的流感 是不太一样 对不对 有种流感是流鼻水啊 对不对 然后头昏昏啊 有没有 它不是 它是四肢五力 所以因为你四肢五力 所以你不能来学校上课 是吗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 做这个模式 好 下一页 好 好 我们先看前面 好了 现在 我们请各位同学 按照我刚才所做的方法 两个人一组 两个人一组 好吧 正好吗 十四个人 两个人一组 好吧 快点 面对面坐着 面对面坐 面对面坐 还有一个同学 你不可以有三个人 只有两个人 你们两个人爱 你的同学 对对对 你跟他一组 用我刚才的方式 用我刚才的方式来询问对方 你可以问对方 说 我上个星期看到你 比如说我跟他讲话 我上个星期看到你跟一个男生在一起 是吗 你说有吗 对不对 那你就开始要讲精确的时间 说几月几号 我在哪里看到 是吗 他开始就回想 对不对 就是先问生活中的一些经验 然后去用不同的语言 异于对方的语言 来向对方求证 懂不懂 好 我们就三分钟到四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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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